对大多数泉州人来说 什么鱼丸肉丸都不如自己家乡的水丸 这个水丸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引得无数泉州人对它魂牵梦影 泉州是个沿海城市 500多公里的海岸线 给泉州带来了丰富的渔业资源 万历年间的泉州府之中 就有泉州鱼虾海产之多的记载 在这个处处都是海鲜的城市 海产品制作的美食也不在少数 水丸就是其中的一个 水丸其实就是鱼丸 但却和一般的鱼丸不同 泉州水丸的历史相当悠久 早在宋元年间就已经非常有名了 当时泉州遭受了一场很严重的旱灾 泉州太守王石鹏 设计从贪官手里拿到了一批钱 用来镇计百姓 而贪官反应过来以后 虽然不敢对王石鹏说什么 但把怒气全都撒在了自己的仆人身上 仆人走投无路 找到王石鹏教区 王石鹏见解可怜 便想要教他一门手艺 让其今后可以糊口饱腹 王石鹏想起自己曾经吃过的水丸很不错 还认为这道菜能继续改良 便用宫廷菜的烹饪手法和水丸的制作方法相结合 做出了改良版的菜谱送给了这个仆人 很快仆人就靠卖这个改良版的水丸 赚的盆满钵满 这新的水丸的制作方法备受百姓喜爱 而我们现在吃到的泉州水丸制作方法 则是由清代同志年间的张昌盘改良过的 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泉州水丸的制作工艺独特 在泉州有多家专门制作水丸的店铺 制作流程也分为纯手工制作和手工与机器相结合的制作方法 传统水丸因其圆形的形状被当地人认为有团圆圆满之意 现在水丸的种类变得更加多样起来 形状各异 制作材料也有了很大的创新 水丸不仅深受老百姓们的喜爱 连泉州政府也十分重视 政府专门对水丸的制作技艺加以保护 2012年10月泉州水丸制作技艺 入选泉州市里城区第六批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2013年泉州水丸制作技艺 经泉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列入泉州市第四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不仅如此 水丸也广受全国人民的喜爱 2010年5月 文仔水丸或中华名小吃称号 现在泉州水丸的传承人叫林黎文 他继承了父亲的手艺 踏踏实实的经营自己的水丸小店 经过自己的努力将车桥头文仔水丸 做成了销往全国的大品牌 一颗小小的水丸承载了悠久的历史 如今这份跨越百年的老味道 依然营绕在泉州的大街小巷 如果有机会走到泉州 你愿意喝上一碗水丸汤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 共创的精品栏目 五千年时光 欢迎百度搜索泉州水丸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苗东百科 硬核科普